美国政府周二宣布削减6500万美元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 比原本计划的金额少了超过五成 外界质疑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对巴勒斯坦的报复 美国国务院告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原本计划提供1.25亿美元 现在仅发放6000万美元 国务院要求近东救济工程处重新检讨 是改革情况在决定是否拨款 这并不是在罵上任何人 美国政府和川普政府认为 那应该有更多责任的责任 美国在前面是最大约的责任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拒绝了美国 国家拒绝了我们的位置 在巴勒斯坦 其他国家拒绝了我们 来往前 和其实帮助UNRWA 自去年底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让中东地区局势升温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形容美方举动是最严重的罪行 也认为美国偏袒以色列 失去仲裁者中立立场 川普今年初则在推特上发文 表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既然不愿意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 美国也无需提供援助 威胁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惊援 直到巴勒斯坦人同意重回谈判桌为止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